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康来昌 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学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人的真相 我们讲到人的欺骗和贪婪 各位当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请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人间没有美善 有在上帝一般的恩典下 人间是有美善的 但是至终来讲 那个美善如果不信靠上帝 会带来更多的痛苦 我们在讲到扫罗的邪恶的时候 我们不是不承认他里面有很多的美善 但是最后就被邪恶控制了 当我们讲到该隐邪恶的时候 我们不是不知道他有不安全感 我们也同情 但是他可以像亚伯一样 用信心来克服 他不能克服 就杀人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人物 是亚哈 这个在《猎王记》上第21章记载 亚哈是一个国王 亚哈要得到他一个老百姓 拿伯的葡萄园 他先跟他这个拿伯讲说 我买你这个葡萄园 或者我跟你换 拿伯说不行哦 这个祖先传下来的 照神的规矩 这种土地不可以买卖的 所以拿伯并不是小气 拿伯也不是抗命 只是遵守上帝的话 说我不能把这个给你 你换也没办法 买也没办法 那么亚哈拉听了就很生气 但他也没做什么 这件事被他的太太 王后耶喜别知道 耶喜别说 你还是男人不是 你还是以色列王不是 来我帮你办这个事 于是耶喜别就叫人捏造坏话 说拿伯毁胖上帝 拿伯亵渎上帝 当这个罪名成立了以后 当王后交办的事 谁敢不听啊 所以就有很多马屁精 把拿伯打死了 那么这招是很毒狠的 耶喜别虽然是一个外邦女人 但是他非常了解上帝的话 对 亚哈不能够就把拿伯暗杀了 得到他的土地 因为如果拿伯死了 那个土地是给他的子孙的 我说过在以前这个时候 我们姑且说是一种封建制度吧 土地不能买卖的 就是传 这个家就一直传下去 传给这个家里的人 你不能买卖 不能交换 所以拿伯就算死了 他儿子可以得到 他儿子在死了 他其他致敬的亲属可以得到 亚哈得不到的 那这个耶喜别真的很聪明啊 人真的常常在恶事上 就非常聪明 善事上都愚蠢的很 耶喜别也是外邦人 他居然知道以色列有这个规矩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拿伯的葡萄园 不再归给他家 就是如果拿伯亵渎了上帝 他成为了异端 那么他的产业就要充公 充公那就是给光了 所以耶喜别就捏造了一个罪名 是拿伯最没有的 拿伯没有 拿伯就是敬畏上帝 你要说拿伯有其他的毛病 还有可能 他犯了其他的罪 还有可能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 他非常的敬畏上帝 那耶喜别就捏造一个 刚好相反的话 说他不敬畏上帝 他亵渎上帝 他被打死了 哦 亚哈得到了葡萄园 高兴得不得了 那么当亚哈得到了葡萄园以后 耶和华就派先知以利亚 去跟亚哈责备他 重重地责备他 说他不得好死 亚哈听了呢 也没有杀死以利亚 他就是懊悔了 撕裂衣服进食 那么上帝说 他还敢进食 他还肯懊悔 还肯自卑 那么他在世的时候 我不会降这么大的灾祸 我这大概概述一下 拿伯的葡萄园的事情 我这所以概述一下 我的意思要说 看起来亚哈没有什么坏 注意他没有谋杀人 甚至他一开始以国王之尊 他跟人家 他要地 这个百姓的一块地 他不是去强占 他是跟人家谈 我可以买 我可以交换 当人家拒绝的时候 他也没有杀人家 而是最后 他老婆帮他做的这个事 他只是接收了 那个老婆做的结果而已 亚哈有什么那么大的罪恶吗 各位 再一次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人的罪恶 人的罪恶 真的不一定是那种杀人放火 不一定是那种 很残忍的那种 心理变态的那种杀人放火 可以非常冷静的 非常智慧的 可以非常 在他做了这个恶事 之前之后 甚至之中 可以不是那种凶暴的样子 罪恶的可怕就在这里 如果罪恶总是那种恶毒的样子 那我们可以 多少可以避免一下 但是罪恶常常有一些 比较让我们不能察觉的 那个坏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亚哈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第一个他又是不听上帝的话 我们说过 所有的罪就是不信上帝的话 不信上帝 他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已经讲过了 他也应该知道 他不知道拿拨最少 也跟他表明了 土地不可以买卖 不可交换 所以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做这个事 好了 当人家提醒你不可以做这个事的时候 那你就说好嘛 不做嘛 求主赦免 我就不要再做了 那问题也解决 可是这里 亚哈想要得到没得到 就闷闷不乐 回宫躺在床上 转脸向内 也不吃饭 我们常常也是这样 生闷气 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杀人 去抢这些 但是我们又有很大的不满 亚哈是个孬种 亚哈是一个罪犯 亚哈有很孬种的罪恶行为 他怎么样 他就气了 他真的没有去杀人 但是他很生气 很生气 这时候也跟该隐那个时候生气 被耶和华警告一样 你小心要罪服在你的门前 你要制服他 弟兄姐妹 不要说我没办法 哎呦 那个性欲 那个女人引诱我 那个毒鬼引诱我 不如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能力 去胜过这些的 亚哈就不高兴 不高兴 这我们说过 耶喜别真是非常坏的一个皇后 她非常能够懂得 怎么样让自己的丈夫欢欣 这也很遗憾 如果基督徒的妻子像耶喜别那样怎么知道用正确和真理的方式让丈夫欢欣 那该多好 可是我们真的在做坏事的时候 我们想得很仔细 想得很多啊 怎么叫他快乐 怎么叫他满意 有一些花花公子型的 有义牙 就是齐桓公的部下那种型的人 想尽办法 甚至把自己儿子杀了 来让君王高兴 他们会想很多办法 是错误的 但他们有个心很对 就是让人家快乐 愿教会基督徒能够看到人的需要很敏感 来解决问题 如果他那是不应该有的 我们也会提醒人家 耶喜别很快就看到他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高兴 哎呦 因为人家不肯把葡萄园给我 哎 我帮你办这个事 我们已经讲耶喜别就办好了 葡萄园现在是你的了 也不是你杀的 现在就是你的 哇 雅哈只喜欢耶喜别 之所以耶喜别能够把假神的信仰带到以色列 就是雅哈实在信任他 他实在表现得很好 我再说 我希望我们在善事上 能像耶喜别在恶事上这么聪明 这么敏锐 这么勤快 那就好了 好 你说 那你只说耶喜别坏 没有说雅哈坏 雅哈坏在哪里 各位 他的坏在于 他自己不作恶 或者没有直接作恶 但是他很顺理成章地 接收了恶的结果 他应该怎么 他应该跟耶喜别说 哎呀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不好不好不好 我应该下招最急 事实上 到以利亚来提醒他的时候 他都没有做这个事 他知道他错了 但他就是 自己很难过 他没有下招最急 他没有跟全国人民道歉 他没有修掉耶喜别这王后 他也没有在修掉耶喜别王后之前 所以说我也逊味吧 因为我也不配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不是一个好国王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开始 让我们现在不要再有错误的结束 我们一起离开这个王宫 我们认罪悔改吧 他做不到 他在认错以后 他也不敢对天下人 对全国人说 哎呀 我老婆怎么样的不对 做了什么错误 因为跟他老婆同盟 来害死拿伯的人 也可能是他的抬教人 很多时候 我们有些人看起来是好朋友 他作恶让你得到益处 其实可以blackmail you 可以勒索你的 我看雅哈也不敢 怕被勒索吧 他不敢承认 因为这件事一承认起来 好多人要被杀头 或好多人要认罪 他没有承认罪 但是他顺理成章地 接收了拿伯的葡萄业 为什么这更坏呢 原谅我也举个例子吧 我这个人很贪财 但我从来也不敢 没有发财的能力 也不敢去抢银行 我曾经看过 包括在美国 那个银行的运钞车被截了 带了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的钱 但是运钞车后来失踪了 可能是翻到山底下了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在想 如果我有天郊游到山谷 哇 发现有个运钞车里面 都是钞票 一定是十几年前 几十年前有人抢银行 摔死了 现在钱在这里 哇 多好 我就有钱 我就发财了 各位 这个说起来有点好笑 其实这是很邪恶的 抢银行的人得到钱 我想最少还有一点 比我得到那个钱合理 就是他起码冒了生命的危险去抢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这个事 我连生命的危险没有冒 我也没有计划 也没有打算 也没有练习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很希望坐享其成 我不做坏事 但是我要得到人家做坏事的结果 呀 哈就是这样 那个贪婪的心 虽然没有造成谋杀 可是别人谋杀 你接收别人谋杀 带来的好处 那不是一样恶吗 圣经讲我们都是罪人 真的不一定要是法律上的罪人 在神的眼中 我们都有那些不良 不善的动机 呀 哈是这样子 人知道是非 人知道对错 但是常常知道了 却不去行 雅哈也知道啊 他最后也是后悔啊 那雅哈生活中还有一件事 也是一样 就是他明知故犯 明明知道不对 但是他还是要得到那个好处 那就在《猎王记》上二十二章 雅哈呢 跟南国犹大的王约沙法 要一起去打激烈的拉末 要去打 那么他去打仗之前呢 那个南国的国王呢 是一个很正直的 很爱主的 我们要打之前要问先知啊 我们要问上帝 请先知来问问上帝 于是雅哈说好啊 就找了四百人 问上帝说 我们现在去打仗 能不能赢啊 这四百个都是神棍 都是马屁精 哪里敢在国王面前说 不吉利的话 哎呀去啊 一定会赢 注意啊 这个马上人家就看出来 这些拍马屁的人根本不是上帝的传话人 还有没有别的先知 雅哈说还有一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找他呢 各位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先知 应该只有一个理由 就他说的话没有应验 你为什么不看这个气象台的预测 因为他预测的不准 所以我不看 在台湾只有一个 在美国有很多个 我们不听一个先知的预测 不管是气象的 股票的 或者是任何的预测 我们不听 因为他预测的不好 可是注意了 因为你我很像啊 雅哈说 我不要找他 不是他预测的不准 而是他说的不好听 各位你都会笑 这怎么成理由呢 可是我们常常就 宁愿听美丽的谎言 我们不要听残酷的真言 我们不肯面对现实 明天要交友 我希望听到的消息是 明天风和日丽 有人就专门捧你 明天风和日丽 你听得很高兴 杀 可是明天下大雨了 你不是还是 这个趁心而去 拜心而返呢 有一个气象局的人说 明天你最好不要交友 明天会寝盆大雨 你这个人专说 咒诅我的话 给我关起来 人常常真是 不想听真话 只想听好听的话 这个每个人都有 不是只有大官 不是只有糊涂的君王 不是只有女人容易 被花花公子骗 我们都会这样 雅哈也是 他说我不要找那个人 因为他讲得不好听 这是错误的理由 他不找那个人应该是 他讲的是错的 那约莎法王说 不不不 我们还是要找 真正的先知来 这个真正先知来了 就是米盖亚 他就说 他刚开始不知道 是惧怕还是敷衍 就说你可以去 你去了一定会赢 连雅哈都看出 他讲的不是真话 换句话说 我们常常知道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们最近这系列 在讲人的堕落 在讲罪的诡诈 不是那么白白的在犯罪 这个我们犯罪 常常非常的喜欢走捷径 或者走弯曲路 看不出来的 所以诗篇说 神啊 求你光照我 求你让我知道 试炼我 让我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主你试炼我 看我是不是真的 单纯的在信靠你 我对人的爱 对神的爱 是不是真的 还是有很多的私利在里面 这个 亚哈做事呢 他是一切是要圣耳的 但是当人家骗他的时候 他也知道那是假的 弥甲亚先敷衍 他说 哎呀你去吧 一定会赢 他说 你讲的是假的 你讲真的 一讲真的 弥甲亚说 那你会死 亚哈听了又生气了 你说我会死 关起来 我们常常是这样 哎呀你讲 你就把真相告诉我 我不要被骗啊 你讲真相 我怎么样都不会生气 一讲了又生气了 我们不能面对现实 亚哈一听说 他会失败 他就非常生气 关起来 在圣经里 这里也有个问题啊 就是 圣经上说是 耶和华使 谎言的灵 进入那些先知的口 耶和华使 谎言的灵 来引诱亚哈 叫他死亡 那这好像上帝 很不公平 我们再说了 这不是上帝不公平 我们承认一件事 圣经在这些地方 都是告诉我们 如同有恶魔 从耶和华来的一样 就是上帝 在掌管一切的事 不管我们看是好 是坏的 但是我们不要 把罪恶的原因 归给上帝 上帝固然在掌管 我们还是归荣耀给他 因为上帝 有他美意 对任何人 包括对扫罗 对亚哈 上帝要显他的公义 因为我们人 包括扫罗 包括亚哈 之所以遭遇这些事 也是因为 自己的自甘堕落 也是因为自己 喜欢听到谎言 也是自己喜欢 自欺欺人 我们自己就有 这个自取的 好了 亚哈听到说 我出去一定会死 他就不信邪 他不相信 他就跟约莎法皇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就穿王服 这次他们跟亚来人 作战 亚来人恨死亚哈了 亚来人下命令说 不要跟任何以色列人 作战 你只要跟以色列王争战 我只要杀他 好 那亚哈现在化妆了 不是穿王服了 照理杀不到他 这场战争 其实亚来人很难打 你谁都不要打 只要打以色列王 他们本来要去做约莎法 以为那是以色列王 约莎法一叫 他们说 这不是以色列王 那你到哪里去 成千上王的兵士 你到哪里去 亚哈就在其中 然后这样亚兰王 亚兰一定失败的 因为你绑手绑脚 这个不能打 那个不能打 只能打一个 那怎么办 上帝的带领 真很奇怪 很奇妙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亚兰军队 就开弓 随便一射 就刚好射进亚哈 盔甲的缝里 亚哈就死了 不过我们讲的重点 不是亚哈的死亡 不是他的报应 我们讲的重点是 人会自欺 人会贪婪 这个事情 在耶利米苏43章 也同样出现 我都是选一些 比较属灵的人 属灵的事情 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亚哈 不是一个属灵的人 但是我想我们看 他的故事 也会发现 他有一些正面的地方 比如我们说了 他不是主动去抢拿拨的东西 他是跟他商量的 他后来也会后悔 他也没有设计这个恶谋 但我要讲的正是这一点 他不必有一个很大的恶心 而可以产生很大的恶心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随时可以为善为恶 我想非基督也会说 我们心里真的是 可以为天使 可以为魔鬼 那在耶利米苏第42章那里 也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人亡国了 被掳了 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那么他们亡国被掳了 他们不知道现在要去哪里 那在42章呢 有一个人叫做约哈纳 约哈纳可以说 这群以色列亡国族的领袖 他们就来找先知耶利米 大家都来找 你看他讲的话 真是好敬虔 再一次我们找 真的是听起来非常敬虔 42章第二节 求你 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 为我们祷告 耶利米啊 拜托拜托啊 我们今天现在这么惨 国家也亡了 我们现在以前人这么多 现在这么稀少 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听上帝的话 现在请你去问一下上帝 因为我们真的不好意思 上帝讲太多次 我们都没听了 现在你去问 你问上帝 我们应该往哪里去 这一次我保证你 上帝讲什么我们都听 各位他之所以要保证 因为耶利米实在是一个 很可怜的先知 当然神的仆人没有可怜的 但就环境来讲 他实在是很可怜 就他讲话向来没有人听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吉利的话 吉利的话不一定是假话 但是当吉利话是假话的时候 你要能分辨 大家都喜欢听吉利的话 哪怕是假的 那耶利米讲的都是真话 那个真话在那个时代 真是不吉利 因为以色列人作恶太多了 几百年了 上帝给他们一再的机会警告 现在是要灭掉他们了 他们一定要亡国 他们一定要被掳 巴比伦一定要来灭掉他们 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 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惩罚管教 就被掳到巴比伦 那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他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 另外一个是他们就一起下到埃及去 在埃及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反攻复国 以前耶利米讲说 你们要悔改 要听上帝的话 不然会有这样的灾 那样的灾灵道 他们都不听啊 我们好得很 我们好得很 好了 结果耶利米话一再实现 实现到最后是真的亡国了 所以他们这次来讲 耶利米先生 我们真的是错了 这次我们一定听你的话 我们现在在选择 我们现在不知道 到底要去巴比伦 还是去埃及 请你问上帝 这一次我们会听了 哎呀 这耶利米实在也是很乖啊 耶利米也是很好先知啊 哎呀 只要你们愿意听 虽然你们过去记录不好 好 我就跟你们讲吧 我就向你们问上帝啊 因为你们自己说 如果你们不照耶和华的话 所说的话呢 那么上帝会处罚的啊 好 这一次 好歹我们都会听 过了十天 他们来问了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了 耶和华说啊 等他们来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跟他们讲 我的惩罚是定的 他们一定要去到 巴比伦 他们一定要去贝鲁 他们不可以去埃及哦 不可以去那里 想要反攻复国 因为这是我给你们一个惩罚 各位我这里要赶快讲啊 有一些新派的解经家说啊 耶利米啊 耶利米根本是一个巴比伦的间谍 他吃里扒外 因为他一直劝以色列人投降嘛 这是汉奸嘛 这是尤奸嘛 各位 这是错误的想法 耶利米是非常爱国的 你看耶利米哀歌里面 他对为他国家的那个哀哭 是多么的深刻 他是爱同胞爱国的 他当然也是恨恶巴比伦 巴比伦是残暴的民族 是侵略他 他怎么会不恨恶呢 他是恨恶的 可是 一切把上帝当作最大 上帝是唯一的 上帝说 你们以色列人需要被刑罚 他就传讲这个信息 传认我是乌鸦 以前胡士兹先生也说他是乌鸦 你们不喜欢听 我为了爱你们 我还是得讲 为了敬 我对上帝的责任 我还是得讲 耶利米就说了 当然也是神对他们说 你们去 到巴比伦去 不要怕 那么我会与你们同在 会保守你们 可是这个答案 不是约哈难和这一群难民 想要听到的 各位 千万你不要把我讲的话 有那个政治含义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反共复国 不是说不要这个或那个 我只是说在这个时候 上帝给他们的信息 你们要接受上帝的惩罚 要去巴比伦 你们不要去埃及 可是这群人 他们早就想去埃及 他们的祷告就是一个形式 他们请耶利米来 是一个形式 我们基督徒常常这样 我们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 然后我们就说一定要这个样子 这才是上帝的旨意 我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 你们不听就违反上帝的意思 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不仅常常对上帝的话不熟悉 不体贴圣灵 以至于我们用自己的意思 代替上帝的意思 而上帝有的时候 借着其他的同工或者人 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又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承认 这太多自己的血气了 我们要小心 求主张 我们非常谦卑 那么约哈纳这群人呢 根本就是已经决定要去埃及 祷告祈求是一个形式 在我们以前讲过 巴兰也是这样的样子 他已经决定要这样做 我曾经碰过这样的情形 有个姐妹认为 神要让那个弟兄嫁给她 所以她一直要求那个弟兄娶她 好了 人家就请我去跟这姐妹讲 我就跟这姐妹讲说 姐妹我们做什么事 都要符合上帝的意思 她说对啊 不要用自己的意思代替上帝 她说对啊 然后我就说 所以这件事情啊 不要用自己的意思代替上帝 她说对啊 她说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我说在哪里 我本来以为很得意啊 讲成功了 她不会强迫人家 她说所有问题就在那个弟兄 那个弟兄都不听上帝的意思 上帝要他娶我 他都不娶 各位人到了这个地步 怎么办呢 我们心太硬了 约哈纳就是这样 他听不得任何一个 他不想听的信息 所以当耶利米最后说 上帝说你们不要去埃及 你们去巴比伦 约哈纳的反应 约哈纳的反应 完全忘记十千天讲的了 约哈纳说 你说谎 这个不是上帝说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 这是你自己捏造的 那我们一意孤行 孤行到这个地步呢 真的是非常的悲哀了 你说谎言 以后我们的神 并没有差遣你来说 你们不可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 那么当约哈纳说 我们一定要下到埃及的时候 上帝就对耶利米说了 那他们就一定要灭亡了 埃及也要灭亡 人不能悔改的话 就只好灭亡了 一意孤行 耶利米也被他们带下去 我们觉得这非常可惜 但是让我们一直顺服上帝吧 上帝所说的 无论是好是不好 或我们觉得好不好 我们都听 至终一定是好 一定是蒙福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到下 阿里巴地的歌运 阿里巴地的歌迹 他让云在空中飘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